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就講兩件關於本港的消息 在過去這一年以來 其實幾乎每一天的下午四點半鐘 衛生署都會召開一次的疫情記者會 但是在昨天 衛生署忽然間就說以收緊防疫為理由 宣佈這個記者會就變成在網上舉行 但是又封殺了那些記者的語音提問 只能夠通過文字來發文 但是來到今天 瞬間就跪下了 又再在政府總部那時候重開實體的記者會 實情衛生署昨天的決定當然是無厘頭的 大家有看過疫情記者會的佈局都會知道 記者之間又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記者和衛生署官員 例如張竹君醫生 又是保持著非常安全的距離 而且在場人士全部都是正確地 配戴口罩 還有什麼可以防 難怪袁國勇教授 今天都忍不住來抨擊 他就說 只要空氣流通量夠 個個都戴口罩 做足社交距離 根本就是很安全 沒什麼需要來取消實體記者會 如果你說記者會都不安全 所有東西都不安全 你上班都不安全 個個都戴口罩 袁國勇教授都這樣說 這個簡直就是秒殺了特區政府 昨天去取消實體記者會的決定 武肺是不是要防備呢 絕對是 我一定同意 但是是不是好像特區政府那種形式來防備呢 我就真的覺得很有爭議 尤其是現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很多情況 很多的安排 根本上就是反制的 和你特區政府口講的所謂的 防疫抗疫的主張 就是雙違背的 比如說現在大家每一天 上班下班的試算 那些巴士班次 地鐵火車班次 反而不增加班次 還要減班 請問你怎樣去疏道人流 你又說到這隻武肺 很多人會害怕 那你是不是要多開幾班巴士 多開幾班火車地鐵 尤其是在繁忙時間的時候 還要更加多開幾班 等到那些乘客之間保持著安全的距離 不是的 大家看看現在繁忙時間 照樣那些乘客是排到物質質的 你特區政府的官員當然不知道 不知道多久沒搭過公共交通 每個人一不是就有靚車駕上班 一不是就有司機駕你上班 那你怎麼知道民間的情況 不是說一尾減班你又去批准 你又說要防疫抗疫 那你怎樣防疫抗疫 如果說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多麼如的 只要市民做足他的基本功夫 配戴好他的口罩 勤洗手不要亂摸口摸鼻摸耳 就已經是做了很多功夫 你又不應該再責怪市民 說不做這個不做那個 不如說做東那樣 你叫市民不要聚集 是不是煞昂的 東就大過年了 是不是 現在已經距離目前兩個星期時間了 你不見到有東智群組出現 反而那個個案數字還跌了 那又怎麼解釋呢 市民走去元朗大堂那裡觀賞一下 紅葉 又被你那幫專家走出來 又說不應該聚集 這個那樣 市民聖誕節之前 外出去消費一下 輕鬆一下 又被你的專家嚇 又說不要聚集在商場那時候 那怎麼辦 是不是全部人不要消費 那你的經濟是不是倒楣 你叫那些人全部 是不是混在家裡軟禁 最好全部收爹 最好不要出聲 那就是最和平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做人 是不是 你防疫抗疫 你都不應該 找那些市民來 去出氣 才是 你最應該做的一件事 就是從源頭那裡把關 所有全世界那些 防疫做得最好的地方 全部都是在邊防那裡 把關把得很厲害 台灣是例子 澳門是例子 特區政府整個包吵頸 邊防那裡 你不知道在做什麼 一味就說要在香港境內 搞什麼安心出行 你只要邊防的把關做得好 市民自不言 他出行就會安心 你為什麼要安裝這個apps 做了這些事都本末倒置 在今天 這個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又上官台那裡 解釋這個安心出行的最新情況 喂 你經常去更新這個進度 幹什麼 是不是告訴市民 安心出行 勢在必行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天說夜說得不見累 今天又說了什麼 就說當局正在跟港大的團隊合作 研究為這個安心出行的apps 加設藍牙功能 使到apps可以感應得到 設於不同場所的訊號發射器 就可以自動記錄用戶出行的數據 免去手動去掃取 QR Code二維碼的步驟 就是這樣說 當局正在研究 應該在什麼處所來安裝 信號發射器 技術上如何分析用家 在個別場所逗留的時間 訊號的接收範圍等等 就說這些 你硬是要記錄別人的行蹤 哪一天走到哪最好就是全香港750萬的市民 24小時的行蹤都是有所記錄的 就最好了 按照你特區政府的想法 實際你記錄來做什麼 只要你本地個案 差不多清零的時候 你把好邊境的關口 已經是不需要做這些無謂功夫了 為什麼你一定要本末倒置 那裡不做好的時候 你又猛地在那個境內做這些事 你想搞多久 實際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受感染的人士 他起碼來講 就是做了一些相對緊密的接觸 才會有事 如果不是正如袁國勇教授說 你出街上班也會有事 一架車廂裡面 聚了幾十人 差不多一百人 如果一個中招 起不時是一百人中招 香港有八千多個個案 差不多九千個個案 難道這些人全部都是自己開車的 全部都是不搭公共交通工具的 他不是一樣搭 那又不見跟他同一個車廂的其他乘客全部出事 大家有基本的防備 有戴口罩 有勤洗手 不要摸眼摸鼻 只要做足這些基本工 就已經把感染風險降到最低 之前的群組 跳舞群組 他怎麼感染回來 就是通過跳舞 跳舞就是相對緊密很多的接觸 就是喊生喊世 根本上不能同日而語 所以袁國勇教授這一下秒殺 是說得好 要讚他 接著就講下另一單的消息 親建制媒體《紫荊雜誌》 在今期出版的《紫荊論壇》 發表了一篇文章 說 除了《基本法》104條規定的六類公職人員 需要依法進行宣誓的程序之外 他們建議有幾類的公職人員 都要這樣做 比如說政府資助機構的工作人員 例如資助學校的教師 醫管局的員工 香港電台的員工等等 以及特首選舉推薦委員會的委員 司法推薦委員會的委員 區議員 法定和諮詢組織的公職人員等等 都應該進行宣誓 大家就會看到 現在有些親建制媒體出來 幫忙吹這些風向 實情 就算連特區政府官員本身 他們都透露了這種意向 說公職人員應該涵蓋範圍有多大呢 值得商討 現在很明顯 公務員只不過是第一波 肯定之後就會有後續計劃 當然現在這一份紙經雜誌 就已經列舉了幾樣的工種出來 正如我在直播節目當中所提到 特區政府現在基本上 沒有權力制衡的框架 可以制約得到 他們不去 用盡他們的權力 現在他們可以在公務員團隊 推行宣誓的程序 既然權力沒有遭到制約的時候 當然就不會停在公務員這一點 所以現在就立刻有媒體出來吹風 又說教師 又說醫管局的員工都要宣誓 基本上 走到最尾的時候 就差不多 全港的工種都要宣誓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大家就可以看看到底 會不會真的這樣發生 因為當權力沒有制約的情況下 我看不到為什麼會去到某一點 他突然之間自己會拿著收薑不去 一定是去到盡 因為沒有人制約得到他 那麼他為什麼 不去繼續搞這個宣誓 他搞的成本也是很低的 只不過發張紙讓你簽名 簽署一份聲明 對於政權來說 因為這是什麼成本 發張紙 當然 那個僱員 他簽完之後 他就要受到這個規管 他就已經作出了一份承諾 成本就是在僱員身上 不是在僱主身上 所以你說走到最後會怎樣呢 我相信 大部分的工種都走不掉 只不過就是有一個先後次序 遲早大家都難免 是要面對著這個難題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